唯一能做的就是写在这里,王一博的学历被嘲笑,网友称他没文化 另一方面,进入娱乐行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有很多偶像明星,虽然肚子里没有墨水,但靠着漂亮的外表才能在娱乐圈取得成功 互联网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但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所谓娱乐文化的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娱乐圈崛起的偶像明星数量明显增加 这些明星受到年轻人的高度尊重 追星,已深入小学,大量小学生参与其中 这一切,再加上偶像明星频频,他防,恐怕会让大众的三观崩塌 因为很难想象这样的偶像会对学生产生有益的影响 所以很多家长反对将学生追星作为为孩子的行为辩护的想法 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因为他有新作品,而是因为他有新作品 而是因为他的,学历,被网友诟病 近期,新晋青年演员王一博屡屡登上热搜 当观众问王一博对作品和角色的感受如何时 王一博给出了这样的回应,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观众接着问道,如果你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你扮演的人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什么? 王一博回应道,这个询问没有价值 我不想说什么,我们不会见面 在这座城市,我只能写一件事 王一博的学历被人嘲笑 网友称他,无知到几点 今年的春节当电影可谓 百家争名,由梁朝伟 王一博主演的无名也深受大众好评 不过 主演王一博在某场露眼中的表现却让人意外 梁朝伟和王一博 王一博,委婉,的回应让爱慕者大呼声援 网友看到这段视频却傻眼了 作为演员,我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给出答案 互联网上的许多人称他为绝望的文盲,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当这段录演视频走红网络后 不少网友也了解到了王一博早前的文盲行为 最典型的就是在宣传某句时 最让人吃惊的是,他签的时候 居然把名字写错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情 他甚至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尽管,博,字在横线处有明显的空隙 他还能写其他的字 啊,这有点过分了 官方要求他在直播时签字,他照办了 他拿出手中的笔,开始写下 来此一游,四个大字,但记不得是什么了 写,有,自我花了不少功夫 结果写错了,把,有,字的另一半写成了 方,字,王一博以前的同学称 王一博初二毕业前就开始演绎了 除此之外,他当时并没有在韩国就读的艺术学校完成高中教育 大量互联网用户涌向他们提出投诉的地点 尽管不能保证学历和才华直接挂钩 但这些,脑袋空空,到偶像明星也不是学生应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追求的对象 尽管学历不一定代表一个人的能力 但学生应该培养正确的三个观点 在当今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一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就业方面,严重受制于,学历 如果学历不高,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尽管一个人的学历不一定反映其个人能力 但支撑这种期望的信念确实会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 过去,当我们问小学生他们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 他们给我们的大部分回答都与科学、执法、教育和医学领域的职业有关 另一方面,很多没有完成学业的人借助互联网成为了网红和明星 因此,他们通过吸引大量的网红,赚了一大笔钱 注意力 如果我问现在还在上小学的孩子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他们想成为网红、明星或博主 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从事这些职业 相反,这表明他们需要将精力集中在适当的方向上 如果轰动效应的唯一目的是通过新奇和其他形式的噱头来实现 那么实际上没有必要 同学们需要意识到,没有身后文化底蕴的网红 名人很快就会变得无足轻重 而读书是唯一能对人产生持久影响的活动 学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是常有的事 但并不是所有的偶像都值得追求 尤其是在当今网络时代 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异常丰富 由于某些爱豆在人品三观上存在问题 容易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 所以学生理智追星很重要 必要是家长也要适当引导孩子 孩子们 不能让学生在追星中迷失方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